能不能把窗帘拉开 你这阳光你得 大家好 欢迎观看随利为王视频 这期视频和大家分享一下 使用简验来制作出 推门看世界的视频效果 也就是说 在我们推开门的时候 出现另外一个画面 或者另外一个场景的视频 好了 话不多说 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首先我们打开简验APP 点击加号开始创作 先选择一段我们在家里面拍摄好的 推开门的视频素材 点击右下角的添加 先把这段视频关闭原生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拍摄的这段素材 我这里的环境并不是很好 相信大家能拍出更好的素材 然后我们移动播放指针来看一下 然后用手打开这个门 就是这么简单 接下来我们开始制作 我们先用双子把这个时间轴放大一点点 然后往右移动播放指针 移动到门将要打开的位置 在这个位置 然后点击工具栏中的画中画 新增画中画 然后我们选择一段唯美的视频素材 这里我选择一段大草原里面的骏马素材 选中它 然后点击右下角的添加 接着我们用双子在预览窗口上面 把它拉伸铺满全屏 接下来我们点击零行加号 在开头位置给它添加一个关键针点 接着点击工具栏中的蒙板 选择镜面蒙板 这个时候我们用双子把这个线性蒙板 逆时针旋转 旋转多少度 我们根据这个门的缝隙的角度来调整 然后用双子把它缩小一点 缩小到跟这个门缝差不多 然后把它移动到门缝这个位置 然后拖动这个箭头 给它添加一点点语化值 只需要一点点就够了 接下来往右移动播放指针 移动到一定的位置 这里移动的幅度尽可能的小 移动到这个位置 这个时候我们根据门缝的大小 来调整这个镜面蒙板的大小 调整好之后 继续往右移动播放指针 继续调整 在调整的同时 我们注意一下这个角度 继续移动 继续移动 继续放大 继续移动 调整一下角度 继续移动 继续调整 直到这个门完全打开 显示画作画里面的素材 全部画面 这个时候我们来点击对号确定 来看一下效果 顺便检查一下细节 效果基本上可以了 最后我们给它配上适合的背景音乐 点击返回 返回 点击音频 这里我选择抖音收藏里面的音乐 点击抖音收藏 选择收藏好的音乐 点击使用 最后我们点击播放 来看一下产品效果 不要把窗帘拿开 你这阳光 你得 好了 以上就是本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觉得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请帮忙点赞 转发 评论收藏 加关注 谢谢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